在南基厂夜市有一台食物共享冰箱 这台面包机是钟情理里长方和生 为了当地长者还有弱势民众打造的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来拿面包 回收店家没卖完的面包 经过处理再运送到南基厂夜市的食享冰箱 跟家族这边合作久 然后发现其实他们面包的量也蛮大的 里长就跟他们沟通说 这样你面包也要留 其实下假我们都会去来用 志工每天下午会把处理好的面包 放进一格一格的冰箱里 一到开放时间民众就开始排队 只要刷悠游卡就可以领取免费面包 这些面包一开始都是里长亲自开车 就开自己的车去站 用刚刚这个冷冻库啊 就是刚刚我们从外面拍的 那个本就在对面 对 然后就是这些志工他们就是从这边 直接把面包拉出来 年纪大了吧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能力啦 那就是做做志工 那些面包是怎么处理的呢 拆掉原本的包装后 切成适合的大小 重新包装再封磨装箱 面包再利用除了让民众能够填饱肚子 还可以做到食物环保 记者柯乃鱼曾玉琪采访报导 请不浅 听不浅 请不浅 请不浅